三年前的那个晚上 我加班 很晚 我打电话让你来接我 你在打德州扑克 态度很不耐烦 让我自己打车回家 我下了出租车 在小区门口 被两个人绑架 塞进一辆车里 开到了郊外 在车上 那两个人跑了 我当时就报了案 从关局 昨晚笔录 已经是凌晨三点多 我回到家 你还在打牌 那天 你彻夜未归 所以这件事 你丝毫没有察觉 三年了 三年了 三年零三个月 我还清晰地记得那天晚上 所发生的一切 那天很冷 我一直在抖 从公安局回到家里 热水澡 两床被子 四个小时 一直到天亮 我才停止抖冬 我曾经幻想 幻想这个案子 永远都不要破 我 警察就不会来找我 我就不会 再想起 那天夜里 所发生的一切 就会永远永远 忘掉这件事情 我还幻想过 我还幻想过 你永远不会知道 这件事情 就不会有这样的 面对面 这样的谈话 这样的记忆 为什么 白世友 你为什么非要知道这一切 我本来不想告诉你这一切 你为什么要知道这些 为什么 我本来不想告诉你 我本来不想你们 我本来不想 我